经历了两年的抗议旅程 今天我们能够安然聚集在这里 我相信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番感受 亚碧与岁末祝福 可以回到静思堂举办 志工格外珍惜 很大的一个安慰的心灵就是说 能够回到我们的灰索 心灵也沉淀下来 自己思考一下 大家新的一年即将要如何的去面对 去计划 连续两天 三个场次 这次也邀约医护人员参加 最后一段时间我看到的歌词 我跟这首歌词 我跟这首歌词 它有深厚的意义 我真的感到有很多关系 看到了实际在这一方面 在对付这一次的抗议 其实有帮助了很多人 宗教大同小异 心大则同 刘孟娜虽然是穆斯林 同样因为大爱精神而感动 宗教不是一个阻碍 我觉得是从你内心 你想帮助人家的 那个一份爱是很重要的 如树互生 勤造福 共善爱撒 信愿行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都很爱这个小动物的 看到动物 有时候马路上 有时候走过 都会感到有点被爱 但是渐渐长大的时候 进入社会就有点麻木 两年前也是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商人就一直说 这个卢素 就从那个时候 又开始没有吃肉 超过三百人次参与岁木祝福 众人点燃新灯 形成灯海 祈愿天下无灾 卖带吴勇亏信念祥 下报报导